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是更年期 夫妻二人都处于人生最难过的阶段 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上 都在一个瓶颈时期 这对夫妻有一个女儿跟一个儿子 大女儿叫卡丽 正直叛尼琪 她一边叫嚣着独立 一边在学校和对象杰瑞玩得天魂地暗 小儿子汤姆由于还没有到上学的年纪 在父母打工姐姐上学的时候 就在家里无法无天的浪 还有一对亚裔的保姆母女在家 但是他们都不敢招惹他们这个混世魔王 布伦特和肯德尔每一次回家后 家里都是一片狼藉 在一个平凡的一天 却发生了奇怪的事 同学们都端端正正地坐在教室里 等待老师讲课 可老师却被夺命连环靠 她一边站在门口 见识同学们不要搞小动作 一边接电话 同学们都十分纳闷 到底是老师要分手了 还是她家母狗怀孕了 走神的卡丽向窗外望去 只见警车一辆接着一辆冲进了学校 自然不可能是警察厅的车位满了 一定是学校出事了 不明所以的卡丽 从厕所出来之后 就看见同学们 长寻截队地向外面走去 由于人实在是太多了 她被人潮挤到了校园门口的广场上 这时已经到了放学的时候 可是校门紧闭 警察站在校门内 把成百上千的家长挡在了外面 家长们情绪非常激动 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孩子 这眼神没有半分慈爱 完全就是恶狼看着猎物的眼神 种种奇怪的线索连在一起 今天注定有大事发生 尽管老师和警察努力维持秩序 不让孩子们出去 也不让家长进来 可是学生和家长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 一个没注意 有个小孩就翻过湖栏去找妈妈 可能她以为迎接她的是个温暖的怀抱 或者是一个甜甜的吻 可是她迎来的却是一把冰冷的钥匙 毫不犹豫地插入她的身体 一下两下 鲜血慢慢从她的身体中流出 她的母亲依旧没有停手的意思 她最终在同学们难以置信的眼神中 永远闭上了双眼 男孩的死亡就像是一根导火索 整个现场就像是炸弹一样 直接被引爆了 家长们争先恐后的翻越围栏 孩子们则是拼命逃跑 学生们有的被家长用塑料袋闷死 还有被用力勒死 还有一些被活活打死 警察和老师虽有心 却无力阻止这场灾难 他们只能忍住心中的痛苦 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平息这场暴乱 卡丽的男朋友杰瑞 顺利逃到了家里 可是屁股还没坐热 她的父亲就回来了 她想上前询问情况 结果她父亲一个耳光就帮她打懵了 她在墙角大声呼喊着父亲 可父亲却置若罔闻 砸碎了一个啤酒瓶就朝她捅去 这不是演习 这是要命啊 她慌忙躲闪 父亲一个亮翘跌倒了 最后被破碎的酒瓶插进了父亲的喉咙 另一边 卡丽的闺蜜急忙开车跑到闺蜜家里 到了家两人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丢掉了那群疯子 卡丽打开电视新闻 原来所有的家长都中了一种奇怪的病毒 感染这种病毒的家长表面上没有任何一样 一旦看到自己的孩子 他们就跟疯了一样 不弄死自己的孩子势不罢休 她猛然一想 自己的闺蜜呢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了心头 她慢慢的朝楼上走去 没有一个缓冲的时间 她一眼就看见了闺蜜的母亲 正在勒死自己的女儿 看见卡丽的到来 闺蜜的母亲居然抬头跟她打招呼 一边杀着自己的孩子 一边跟她打招呼 仿佛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 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事情 这一幕着实把她吓坏了 她捂着脸大声尖叫 拼命逃离那个地狱一样的地方 在逃跑的时候 她遇见了幸存的接睿 两个人商量之后朝她家跑去 因为混世魔王汤还在家里 而且她还是个小屁孩 完全没有自保能力 刚一推开家门 就看见保姆杀了自己的孩子 然后一脸淡定的 用妈母将地上的血迹擦干净 他们在床下发现了汤姆 这时汤姆没有了当年 无法无天的调皮劲 他亲眼目睹了保姆 杀死自己的孩子全过程 他吓得不敢出来 卡丽正要带着弟弟逃命的时候 他的父亲布伦特居然回来了 他一看见自己的女儿 就发疯似的朝他们冲过去 接着健壮 芒从背后抱着布伦特 布伦特身材高大 恐无有力 几个回合就将杰瑞打翻在地 最后又一招大力金刚掌 将杰瑞打得不行人士 随后布伦特一家开始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眼看卡丽姐弟就要被扎了 布伦特居然踩到了汤姆随意乱方的玩具小车 重重地跌倒在地 姐弟趁机跑到了地下室 另一边手术室里 医生们正忙着为肯德尔的妹妹接生 谁也不知道病毒爆发的消息 一番努力过后 孩子终于生下来了 母子平安 前一秒妹妹还慈爱地看着自己 嗷嗷逮捕的孩子 可后一秒 她居然想动手掐死自己的孩子 还好医生护士反应够快 才从她手上抢回了孩子 在医院里 其他的父母都隔着玻璃 饿狠狠地盯着在保护室里的孩子 这疯狂的一幕可吓坏了肯德尔 她急忙开车回家 车上的广播正在播报大家中病毒的事 警告家长们远离孩子 她回到家看见银片狼藉 她气愤地指责布伦特 居然想杀死自己的骨肉 可是她没有听清广播里的警告 病毒居然也让她失去了理智 加入了屠杀儿女的大军之中 她拿着电锯想要锯开地下室的门 地下室的姐弟正在荒乱中 找到了布伦特存放的手枪 幻是魔王汤姆对着老妈就是一枪 不得不说调皮的孩子动手能力真强 这一枪居然正正好好打中了肯德尔的胳膊 接着夫妻二人把夜花气管子 伸进了地下室的窗户 卡丽听着声音不对 意识到了自己亲生父母的想法 她制作了一个小型拟抱器 然后带着弟弟躲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布伦特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就准备去收尸 结果一一打开门 就引发了爆炸 夫妻二人直接就被炸懵了 正当姐弟两人再次逃跑的时候 夫妻二人居然在这个节骨眼上醒了 关键时刻 也有奶奶敲门 原来今天是家族聚餐的日子 再仔细想想 这是要三代大战的节奏 果然一开门 奶奶就对着布伦特喷辣椒水 爷爷对着他就是一刀 布伦特开始反击 用汽车撞死了爷爷 自己则因为失血过多 而失去了战斗力 奶奶被肯德尔打晕 接着醒来的杰瑞又把母亲打晕 电影到最后 卡丽和杰瑞将肯德尔和布伦特 绑在了地下室 随着精神的父母对周年 亚似的